叔叔 手術上有什麼差別 其實品用手術 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做完胸部 是一條完全的平坦 手術完之後 我們會給一個比較好的 所謂的樹胸衣 所謂的塑胸衣就是讓你的皮膚去重新貼合到胸臂上面 達到一個比較平的狀況 那這個就是平胸手術的目的 那塑胸手術就不一樣了 塑胸手術其實我們做手術的時候 其實是希望達到還是一樣一個比較好看的胸型 其實我們就不適合去用一個很緊的一個塑胸衣去壓迫它 因為這樣可能會造成胸部去變形 所以塑胸手術上的照護 其實它跟平胸是不一樣的 是不太需要特別去穿一個醫療用的塑胸衣的 塑胸後只要正常的一個換藥 配合醫師照護的指令 其實它就可以了 那平胸手術則是要穿塑胸衣 大概一個月兩個月左右 所以這個兩個手術後的照護是不一樣的